下午開始做選擦保鮮管 在這邊因為疊貨櫃必須要把屬小箱一個捆包 這樣方便裝貨櫃 現在就是用小包裝 A級一般我們是裝2把20支 V級就裝3把30支 C級就裝4把40支 裝貨櫃要用那個沾板疊上去 推高機 我們是用一個風箱 讓它上到貨櫃 這個保鮮可以保鮮啟 這個貨到日本 其實海運這個過程 我們之前就4天了 1月還有2天 營養官還有2天 其實前後大概就必須要有8天 那消費者就是我們到市場之後消費者他買到貨 大概一般的這個保鮮大概有2週到3週 冬天的話大概3個禮拜 那夏天大概有10天到2個禮拜 所以這一個保鮮啟 那因為我們是做海運 那所以這個海運就有一個標誌 那這一個保鮮的流程 是透過這個榮市所他的一個等於是祭傳 他給我們參加班 那所以要做海運的話就必須要遵守這個保鮮的流程 謝謝